词曲 李聪清 詞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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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冷的天 自己一个人在外面 不怕照亮啊 行军打仗的人 哪儿那么娇鬼啊 在我这里 你就是最娇鬼的 走 进屋曲 我已经派了仁光和阿羽去征兵 这两个人倒是不负众望 短短的时间里边 征集到了好几千人嘛 来 丽华 我已经做好准备 北上反击了 太好了 三哥终于有了自己的兵 王朗琉璃那帮小人 肯定不是你的对手 只可惜这一次 我不能跟你一起去了 好了 你就别为我操心了 养好自己的腿伤 你这伤腿治了这么久 怎么还是不见好转 我看你脸色好像更苍白了 是不是吃的药没有用啊 伤筋动骨的哪有那么快好啊 但是比起之前已经好很多了 不信你看 慢点 慢点 坐下 说了不许逞强 老这么毛毛躁躁的 让我如何放心得了你 三哥 王朗他还没有站稳脚跟 正是你反击的大好时机 千万不能因为我一物战机 你一定要把他打得落花流水 帮我出一口恶气 好 三哥答应你 一定会专心打好这场仗 不过呢 你也要答应三哥一件事情 说 我不在的这段时间里边 你要好好养伤 不许逞强 在我回来之前 把身体养得好好的 等三哥回来 成交 成交 来 姑娘当餐 玉迟 怎么会是你 奉大公子之命 专程来河北保护姑娘的 太好了 家里都还好吗 大哥跟母亲都还好吗 他们都很好 姑娘勿念 姑娘的腿 我的腿没事 当初见姑娘与刘兄同期 就发现姑娘的腿伤得不轻 只是没想到居然如此严重 不是请了个叫成玉的大夫来医治吗 怎么还不见笑啊 你都看到了 姑娘是否还记得 在荒野中有个白衣老人 当然记得 那时候我们身处绝境 有一个白衣老人为我们指路 难道 那个人是你 正是 怪不得 我那时候觉得生意好熟悉 但怎么也没想到会是你啊 对了 那在饶阳 帮我们开城门的门卫 是不是也是你啊 姑娘冰雪聪明 什么事都忙不过你 原来你一路都在帮我们 真是太厉害了 其实我是河北人 此番大公子派我来专是河北诸物 沿途保护姑娘安全 如今我已经霍入信毒军营中 姑娘可以借机把我调到身边做事 这样一来的话就可以保护姑娘了 我又让大哥跟馨儿担心了 姑娘无论嫁于谁嫁 都是我们殷家人 对了 刘璇那儿有什么动静 昨日刚收到消息 庚师弟已经开始陆续迁都长安了 他已经迁都了 刘璇命令送为先前 护送文武百官及其家眷 尽数迁至长安 姑娘认为这消息不好吗 倒也不是 但是他如果迁都 代表着我们不能再回洛阳 已经没有退路 三个只能留在信都和王朗决一死战 对了 大哥把丁姐姐还有冯义的家眷救出来没有 二公子和琥珀正在想办法 希望趁着刘璇迁都混乱之际 将他们救出来 但愿他们能平安脱行 陛下 刘秀与灵光率骑兵北上 一路广发席文 传系周边各郡县 招募士兵 号召大家投军讨伐王朗 不起日已聚集数千人 一路攻城 连续拿下了唐阳等地 升为大阵 刘文书果然是绝境反击的高手 这一次竟然又绝处风生了 不仅是招募士兵 臣听说 就连聚入昌城的刘之刘新等宗族兵客 还有豪族耿纯等人 也举足投奔刘秀 若刘秀做大 不得不法 你速速调李毅谢公铸守河东郡 严密监视刘秀的动静 若刘秀和王朗拼个鱼死网破 战败从河北逃回 即以招负失败之名 格杀勿论 若胜难 令谢公马上进入河北 夺起兵力 诺 你跟着刘萱去长安 为何不带我去啊 你们都下去吧 诺 诺 我是陛下的臣子 所以陛下前往是应该的 至于你 我知道你不愿与我一起 我会派人送你去冲林 去你大姐刘晃那里 我不去 我就只要跟着你去长安 为什么 也没有别的原因 你别多信啊 我是想调到长安之后 可以司机打听宫廷消息 也好通知我三哥 不行 刘萱本来就要抓你 来威胁你三哥 你还是不要去了 至于打探消息的事情 我来做 好啊 我早就看出来了 你就是一个平庸无胆之人 只是想着跟着刘璇混官当 若你真是想帮我三哥的话 为何不像阿宇哥一样 前去河北投奔他 邓宇 才华横溢 我当然不能跟他相逼 可如果连我都走了 谁来替他打探消息 谁来照顾刘氏家眷 你怎么知道邓宇的事情 我 我是听朱佑说的吗 我们本来从小就认识 邓宇哥不顾危险 去投奔我三哥 足见情深义重 也对 你担心你三哥 也是心力之中的 对啊 所以我要和你一起去长安 既然你心意已决 我就带你前往 但你要记住 到了长安之后切莫生事 不要让自己处于危险当中 才说了一句邓宇哥就多心了 真小气 将军请留步 我记得你 你是殷府的丫头 将军好记性 我家公子有请 李大哥 英兄弟 近日冒昧请李大哥前来 还请李大哥不要见怪 您我是自家人 有什么事情 但说无妨 我想请李大哥帮忙 救出冯义的家眷 冯义的家眷 冯义的家眷 我听李毅说过 冯义的家眷 已经被从北宫 转移到诸委的府邸 可是目前 诸委全清朝野 如果贸然行事的话 恐怕会打草惊蛇 李大哥说的是 只是刘宣迁都 这恐怕是最好的机会了 否则等押送到长安 恐怕就更难救出了 不错 诸位此时正忙于迁都 现在正是救人的最好时机 这样 我可以假冒陛下之名 送你二人入府 到时候 这个办法好 趁此地会救人 应该就是最好的时机 那就烦请李大哥 注意诸府的动向 等时机一到 我和琥珀就过去救人 好 一言未定 你们等我消息 告诉我 你手伤还没好 让我来吧 夫人 我来到这里 就是来陪伴照顾你们的 怎么好意思让你动手呢 你来我们冯家 没有想过一天的福 如今 要跟我们在这里受苦 我真是过意不去 丁柔 出身卑贱 能够照顾你们 已经是我很大的福气了 小柔 既然你与夫君情投意合 便是我冯家 便是我冯家的人 以后就不要再说生分的话了 你我之间 就以姐妹相成 丁柔不敢 什么敢不敢呀 你肯为我们做这些 就说明你是一个重情重义的好姑娘 以后我们就一起照顾父亲 夫侍夫君 夫人 夫人你不嫌弃丁柔的出身 还愿意姐妹相成 丁柔难以为报 行了 自家人不说生分话 孩子 我儿能娶到你 是我们冯家的福气 站住 你们有什么事 我乃雨林军校尉 封陛下之命 带这几名囚犯前往宫里审问 为何 之前没有听过我家大司空提起 放肆 陛下要人 还需向你家主人知会不成 闪开 闪开 刘伯 刘伋 有个人有什么事情 刘伟 刘众 刘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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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是要带我们去哪儿啊 父亲别怕 他们是阴家的人 是来救我们出去的 哦 公子 不好了 诸位提前回府 已知前门 公子 快 从后面撤 嗯 快走 快 他们不是阴君 快抓住他们 依公子 你快带他们走 我来当人质 不行 叫他们一起走 听我的 我留下来你们还有一线生机 不行 夫人 这样实在太危险了 你们快走 要不然谁都跑不了 赶紧的 快走啊 夫人 快走 走吧 快 别让他们跑 快 别让他们跑 快 别人都走了 就留下你一个 你就不怕陛下一怒之下杀了你 陛下 还要留着我 要挟公孙 又怎么会舍得杀我 没想到一个侍妾倒颇有几分胆量 不过你未免也太高估你自己了 来人 去把冯义的老父和妻儿都给我抓回来 一个都不许漏 大人 诺 求求你 放过他们 诺 我虽然是一个侍妾 但是夫君对我情深义重 他绝对不会见死不救的大人 求求你 我 听说过你 你曾是王寻的舞姬 昆杨仪帮了不少王 可谓是一个女中豪杰 可我得提醒你 一旦陛下怪罪下来 要娶你的相上人头 那是谁都劝阻不了的 大司空 丁柔 自幼沦为冠婢 若不是殷姬和公孙 早就性命难保 公孙的亲眷 也是我为家人 若是丁柔 为了他们丢掉幸运 我也值了 既如此 既如此 你就随我一起回长安吧 多谢大人 这边怎么样 没感觉 这里呢 还是麻的 大夫 怎么搞的 治了这么久 怎么还不见效 夫人的伤需要慢慢治疗 我也是受人所托 自然会精心为夫人医治 不劳阁下费心 玉池只是担心我的腿伤 一时情急 程大夫莫怪 夫人的腿迟迟不见起色 我也是心中着急呀 也许是我的腿伤得太严重了吧 程大夫 你就不要自责了 不过 您说受人所托 是谁啊 这个就不方便说了 夫人心伤旧患 不能劳心过度 这河北寒气太重 夫人还是会心野治病吧 不 我不回心野 姑娘 大夫说得有道理 咱们在这里耗着 倒不如回心野好好治疗 等治好了我们再回来 我是绝对不会回去的 这件事不用再提 好吧 那再先为夫人去配药了 多谢大夫 姑娘 二公子传来消息 冯毅的家眷已经安全救出 但是 丁姑娘被诸伟抓去长安了 本以为这次可以将他们顺利救出 以解公孙的后顾之忧 姑娘放心吧 二公子和琥珀 会保护丁姑娘周全的 眼下你就听程大夫的话 不要劳心伤身 这样不利于养伤 也不知道我这个腿 什么时候能好 姑娘 我带你去看个东西吧 这是什么 我怕你在房里闷得慌 出来又不方便 所以请人做了这个 我试试 好 这椅子看起来普通 却是结合了墨家机关术所制 很是精巧 谁做的 是承郁的老师 一位掩饰高人 要是我的腿一直好不了 我怎么陪三哥上阵杀敌呢 难道要在这椅子上坐一辈子呢 说我什么坏话呢 三哥 你回来了 看看 我给你带谁回来了 表兄 祝佑 刘璇已迁都长安 搏击跟着也去了 他刚入住常乐宫 就封赏了刘姓宗师六人为诸侯王 十四人为义姓王 这六人乃是 定陶王刘旨 万王刘次 燕王刘庆 元氏王刘兮 汉中王刘家 汝银王刘信 十四位义姓王分别是 碧阳王王匡 宜成王王凤 邓王王常 焦东王诸伟 西平王李通 淮阳王张卯 五阴王李毅 李毅 张卯李毅也配封王 这十四位义姓王 除了诸伟 表示自己非刘家汉氏宗卿 不肯领受 其余的 都已收封 不日将传习俊国 大赦天下 这些本该是伯生大哥的 他们都忘了 这是大哥拿命换来的 一个个享受着大哥拿命换来的江山 封王拜侯 荣耀扬名 天底下有谁还记得刘远刘伯生呢 终有一日 我要让害死伯生的人血债血偿 这笔血债 我要从他们身上 一个一个地讨回来 只要我们自己心中记得大哥 这便够了 其他人怎么想 随他去吧 你这又是一身的伤 就不要再折腾了 以后 朱佑做文殊的护教 你呢 就消停消停吧 表兄 你不是在常山郡做太守吗 怎么能轻松脱身呢 我这常山太守 有名无实啊 这甄定王刘阳 拥兵自助 我 管不了啊 我听说 刘阳去邯郸投靠王朗 不知是真是假 若是真的 那可真是大敌了 你带着数千宗族门客 前来助我一臂之力 我也是感激不尽 可没有必要 让这全族老小 烧了家中的祖屋 带着老人的关谷 一同前来吧 我投奔主公之后 见主公 轻车见随 来到河北 从不靠金银财宝为诱惑 却可将 众多英雄聚集一堂 这是大家 在感念您的仁德 如今 王朗势大 河北一带 无人不惧怕于他 我虽率全族 投靠主公 听命于您 但还是担心其中 有一支不坚定者 所以 干脆烧了祖屋 断了他们的后路 博山请义 留谢我国 感激不尽 主公昔日救我弃儿 从今以后 我耿纯 愿誓死效忠主公 永无后悔 博山 快快请起 来 谢主公 来 小妹妹 谢谢 不客气 你让我走啊 去那边 小心 你让我走 让我走 让我走 我 让人留学大司 马仗义相救 才保住我和孩子 父亲追随的 不仅为河北 更为天下 是男儿之志向 我最老 可我却并不糊涂 我并不反对博山 去投奔刘大司 我只是担心 我自己年老体弱 一旦开战 会拖累刘大司 马和孙儿的后腿呀 成为累赘 你知道吗 你让我走吧 刘秀与邓人 兵分脸部 亲自率丁向北进军 攻克趋阳 会计当中 已招募了数万人 此后 以迅雷不及延往之势 攻下渤奴昌城 又拿下中山国首府 渤奴城 和尖国的首府 乐城县 短短两个月 渤海郡的伊布 安平国的信东郡 以及巨鹿郡北边的 和戎郡 也都在刘秀的照 至下 什么 中山国 常山国 河坚国三国土地 已经让刘秀控制了 和戎郡 居鹿 耿纯 昌城 刘旨等河北望族 都投靠于他了 不过陛下别慌 刘秀的人马 都是新招来的兵将 作战经验不足 大多乌合之重 此时我军只需精锐而出 便能挡住刘秀的攻势 为你派出使者 争取甄定王刘扬的支持 到时候两方夹击 咱们必定能断了他的后路 主公 牛羊以仗手下十万多兵马 割据一方 若是站在王老旁边 切断我们与信徒之间的联系 恐怕我军将腹背受敌 那将是一场 十几万人的大死杀 我们刚刚建立的部局 大多是奔命军 还有投奔来的下属 战斗力恐怕不足 若拼死决战 我们输不起 公孙说的确有道理 我们不能与之应战 主公 刘阳这个人 功于心计 很会审时夺势 但我会尽我们最大的努力 把他拉拢到我们这一边 就算不为主公所用 也不要轻易为敌 也好 那我们就派人去找刘阳 请求结盟 主公 我与刘阳相熟 我愿意担当使者 前去游说 好 那就请你先去真定 游说定王 有劳搏先了 属下必定 竭尽全力 哥哥以为刘绣和刘子瑜 谁更能成大事 谁更能成大事 刘绣用了短短一个月 就从被追击到拥兵数万 掌控了济州北部三国之地 扩充人马数万 确实非同寻常 难怪是昆杨一役的大英雄 真是不容小觑啊 哥哥的意思是 愿与刘秀结盟 刘秀主动派出使者与我结盟 管还真动心了 不过就这么答应刘秀的要求 我觉得有点草率啊 妹妹之前不是说 与刘秀有过一面之缘 妹妹看人的眼光一向不俗 对此人印象如何 她曾经救过我和山童 对我来讲也算是一个恩人 虽是一面之缘 可我觉得她气语不凡 有帝王之相 将来必成大器 妹妹 你还记不记得 在新芒被灭之前 曾有句称语 叫刘秀当为天子 果实刘新 为此还改了名字 掉了脑袋 现在看来啊 称语中的刘秀 也许指的正是身在河北的这个刘秀 又或许 又或许 我可以做一个奇祸可居的幕后之人 没想到 联姻 妹妹是说 将山童许配给刘秀 两家联姻结盟变成一家 我就不怕刘秀有二心 也可以让哥哥好控制 对呀 若山童与刘秀结为夫妻 我们就可以借着刘秀的威名 逐鹿中原了 好 好 这个主意好 我让人去请留直播的 来来来 真好 来张嘴 来 吃的多谢 看一看 看一看 好看 薄仙啊 请你回去禀报大司马 本王愿归附庚使陛下 与大司马一道 共同讨伐逆贼王朗 那太好了 那薄仙就先谢过大王了 不过 本王有个小小的条件 不知将军能否转达给大司马 大王 您还有什么吩咐 本王有个外甥女 名叫郭山童 上戴子归中未曾许人 不知大司马遵义如何 倘若留公有意 可令他为尊府带条扫席 那 那这是好事啊 容我回去 禀报大司马 我力争预成此事 您就按座真定成终 等我好消息吧 如果此事能成 本王天津相赠 那 我就等着喝您喜酒了 联姻 不可 大司马 这可是喜事啊 为何不可 秀仪取妻 何谈联姻呢 再取一个不就完了 刘阳把自己的亲外甥女 驾驭主公 与您成了亲眷 他手下坐拥十万兵马 到时 大司马如虎添翼 别说打扮那王朗 就是平定河北 也不在话下呀 绝对不起 此事莫要在他了 大司马 结音是小 结盟是大 若大司马现在拒绝刘阳 他势必不肯与我们结盟 也有可能 他恼羞成怒 站到王朗那边 与我们一战 到时敌众我广 我军是有覆灭之威啊 据我所知 刘阳的侄女郭山童 是名门归秀 出身显赫 其母郭氏也是宗氏之后 好礼节俭 由母医之德 去郭氏登门求亲者 不计其数 若大司马与此女结音 那真乃美女配英雄令人羡慕啊 刘伯仙 正如刚才所说 主公早有欺世 又岂能贪恋美色呢 这 这男子三妻四妾 这不很正常吗 再说 娶的是郭山童 也不委屈主公啊 秀于娶妻 今生不想再娶 诸位将士 当日我们以三千兵马 尚能胜敌四十二万大军 今日 我们何惧刘阳亡朗之辈 今时不同往日 您乃重将之主 久此一生才有了 河北重将的归属 和今日的局势 岂能为了一己私情 嫌重将与困境之中 与刘阳结盟 乃是解决当前危机的 最好办法 望大司马以大局为重啊 主公 这娶异女 便可得十万精兵相助 大司马 请三思啊 夫人 将士们的家眷 有人照料 你就不要费心了 这三副药 要每三日服一次 中间不能断 但是其药性甚猛 禁忌甚多 夫人服用事 一定要忍住啊 什么苦没忍过 这喝药还能通过见伤吗 为了治好腿疾 再苦我也能忍 嗯 来吧 真的好苦啊 良样苦口 好处理药性 真难受 夫人 有 此药药性甚猛 如果能坚持服用 对恢复是甚有好处啊 良样苦口 我能忍 夫人 忍住 一定要忍住啊 夫人 一定要忍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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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姑娘 跟我去叉叉 怎么了 是不是三哥出什么事了 姑娘一定要去 否则会后悔的 不行 夫人正在服药不能劳累 不行 即便是我背着也要去 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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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叉� 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要跟文书 联姨 我要见她了 姑娘 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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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必 这等美事有何不可啊 我已娶妻 我知道 我知道 天下人都知道刘宫内郡 娶妻当得 因丽华 我们也没让您娶妻啊 就是那刘洋的外甥女为妻 那刘洋是何等人 她外甥女又是何等人物 则可轻易为妾室 大司马 妻妾总有先来后到之分 因机 地位早定 不可更改 妻 秀已有了 妾 不需要 主公 我与甄定王磨了五天的嘴皮子 他最后才愿意把外甥女徐配给你 此乃化干戈为玉闻的天赐良缘 主公 您怎么就这么固执啊 娶妻丽华 秀 已别无他求 大丈夫能屈能伸 此事从眼下看来 无非是有些受人羡慕 但是同胞联姻 娶一女子而得十万兵力 何乐而不为啊 在我等看来 此事有百利而无一害啊 主公为何如此意气用事啊 就是啊 天子一聘九女 刘公两女 这也并不多呀 刘洋亲父 若不与她结为姻亲 如何让她安心归降 我们都知道 您情细发起殷氏 此心天地可见 我想殷夫人是十大体的 自然不会介意嫉妒 而且 郭氏也并非凡女 与主公有缘 主公 您可不要错过呀 薄心损言甚事 郭氏人品佳事 皆为上流 莫说是作妾 便是服为正事 也是绰绰有余 门当户对呀 娶妻郭氏 可顶兄兵十万 望主督三思 望皇宫宫三思 主公已言明不愿举戒 你们何故多多逼人 你是何人 岂敢在此放肆 你可知道真定王刘洋 坐守真定郡 手下握有兵马十余万 其弟灵异侯流绕 足兄刘夕 各拥兵数万 呈三角阵形互相倚重 如今刘洋依附邯 我们若取邯郸 就必须过真定王这一关 如果我们不能拉拢过他 则真定发兵 十万大军瞬间押击 兵临城下 如果我们能与他结阴 十万大军瞬间化敌为友 唯我所用 反破邯郸 这一来一去 你自己算算 不必算了 多谢诸位爱将 你们的好意 留袖心灵了 你们的好意 留袖本是一山野村夫 今生今世 能娶妻丽华 你是得逞所愿 这国事贵不可言 袖不敢告判 走 这腿伤怎么样了 这腿伤怎么样了 正面跑来 不怕又弄伤了 我看看 这腿伤 你不信吗 我不要你娶别的女人 好 好 温叔哥哥不娶别的女人 除了丽华 温叔哥哥谁都不要 也许是我太自私了 但我真的没有办法 和别的女人分享呢 我做不到 即使是想 我都会觉得很心动 别的事情可以 这件事情不行 对不起 傻丫头 干嘛跟我说对不起啊 应该说对不起的人 是我 你伤得这么重 我都没办法在你身边陪着你 照顾你 还让你听到这样的消息 是我对不起你 是我对不起你 但是丽华 相信我 除了你我的心里再也容不下任何人了 不管别人怎么说 我不会改变我的初衷 我相信 这件事情一定会有 肯定会有别的解决方法的 你怎么就是我 大自然 我带来你 干嘛 我好 你转到这些女人 快到 reais 我爱了 我不想 你还是在我 你还是在你 我还是在你 要你 我回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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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